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到小三上去给两个耳光 我谢谢你 今天是520 本来应该是一个发唐秀恩爱的日子 之前林丹出装苏迪曼杯的时候 谢姓芳也去为林丹送行了 临别前 谢姓芳还与林丹相拥吻别 两人看上去十分恩爱 可是谢姓芳的这一微博看起来并不好 也引额粉丝纷纷猜测谢姓芳这是怎么了 网友谷月君Stay Real说 翻译一下 键盘侠们没事儿 别跟我这儿瞎避避了 有本事上街抓小三去 网友齐国熊猫爱吃糖葫芦 网友是不是有毛病啊 天天在方方 那微博下评论女人应该独立自主 你老公这样的你还不离婚 心真大 是不是贪图你老公的钱啊 以后有你后悔的 任谁看了这些话 都会生气吧 都说了要骂去耽搁微博下骂 不要试图对别人的家事指手画脚 和尊重别人的决定是一个成年人必备的修养 网友光明执行官 我觉得这说的是网上 那些说话难听的人啊 前两天出装本别那条新闻下面 有些人说得太恶毒了 一定要人家离婚才 满意吗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网友脑洞太大的要人家按他们的剧本来才甘心 郑爽拿到谢男捧花感动到泪崩 杨幂除了捧花的方式娱乐圈 经此一人婚礼上除了新娘新郎 互发誓言的重要环节外 最重要的就是抛花球的环节了 女生们可是都想接到 这传递的幸福呢 陈子涵带相与夫妇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婚礼 婚礼现场宛如同化 陈子涵更是像公主 幸福地向好姐妹妹抛出了花球 说起娱乐圈最盛大的婚礼 就要属黄小明和安吉拉 贝比的世纪婚礼了 贝比身着白 色托尾婚纱 后面的女性们可都想拿到捧花仪 贝比把捧花抛出去后面的人可 都抢得不亦乐乎呢 而贝比在灯光的照影下 也十分美艳动人 高圆圆和赵又婷这对情侣 简直是献杀旁人 婚礼现场也是十分温馨浪漫 抛花球环节圆圆笑得很开心 但是看看旁边的照 又婷好像比新娘还开心呢 笑得眼睛都没有啦 虽然和杰现在的婚姻已经破裂 但是婚礼当时还是十分幸福的 后面的伴娘们都抢着要花球 潘长江的女儿潘洋婚礼现场可是十分温嫩 从照片中也可以看出后面的伴娘团抢花球 不亦乐乎 好像还乱入了一位男士呢 歌手梁勇琪身袭白色礼服 笑也如花 夕阳洒在她的身上 手拿白色捧花 不过身后的伴娘们好像都忙着拍照呢 大S结婚当时 可是把能请的媒体都请了 所以在她扔捧花的时候 也只能看见媒体和相机 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幸福的 张杰现在在西藏举办了婚礼 听说那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后面女群伴娘们 争先恐后想要抢花球 胡歌和沙逸的婚礼现场没有过于收迷 但气氛确实温馨 而她和花球竟想击鼓传花泥 流失赤手拿捧花的样子 就像仙女一样 阳光透过头沙洒在她身上 脸上 活得拖向仙女下凡 最特别的还是杨幂的婚礼 不仅把娘只请了唐嫣 更是亲手把捧花递给她 如今唐嫣已经找到自己的爱情 希望能把好运通过捧花传递下去 谢男婚礼 郑爽作为闺蜜当了她的伴娘 很幸运地接到了捧花 爽 妹子真的不要太开心 都说女人一生最美的样子 就是穿上婚纱的样子 看了女明星们 穿婚纱结婚的小编是真的相信了 希望拿到捧花的伴娘们 都能尽快找到幸福 欢乐送二官 官城新机狗 乖乖女官官 变腹腹黑 电视剧欢乐送二正在热播 官官相会是第二季中 变化最大的角色了 她暗恋赵医生 但是她又做不得像 徐晓潇那么洒脱 有爱就大胆追求 所以她在慢慢转变自己 为了争夺赵医生 为此她做出了很多努力 从原版校说中 官居尔后期是要黑化 变成一个腹黑女孩 好可怕呀 所以这第二季 官官肯定从性格上有变化 结合小说给个 为讲讲剧情 第一季的时候 官官对赵医生意见钟情 当她知道曲小潇的男友 就是赵医生的时候 她就把这份情意 默默地藏在心里 其实她的内心 对曲小潇非常不满 在她的内心 她认为曲小潇 根本配不上赵医生 所以第二季播放的时候 官官开始偷偷试着 破坏曲小潇和赵医生的约会 曲小潇曾问过她 是否喜欢赵医生 官官时刻否认说 对赵医生不了解 所以不喜欢 百明了是口是心非 官官队 赵医生意见钟情 而赵医生 却是自己好朋友的男朋友 这越纠结的剧情 观众们是越喜欢 大结局之后 这个官官写给赵医生的这句话 就火了 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娃娃 机会隔着玻璃 只想得到你 为了爱情 乖乖的官同学 将陷入一场注定 会输掉的三角恋情 第二季官 居尔要摘下眼镜 为了夺爱成功 黑化外加装备 升级以全新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 哦 不对 是赵医生面前 升级之后的官官 大家 还满意不 官同学虽然变美了 可是并没有 拿下赵医生 国民邀请的男朋友 岂是那么容易抢的 好在最后 官官遇到了一个他爱的人 也爱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邓伦饰演的谢彤 他是一位不禁的摇滚主场 现实生活中的邓伦 却更爱安静一些的民谣 这样的反差 对他来说也是小小的挑战 而俩人性格中最为像象的 便是都对认定的事情相当执着 他对挨轮��� 所启随初 其国不罢休 不罢休 不罢休 民共罢休 看下евич梨